艱辛的一季跑完 最驚人就是 全季最後一場跑出全季最爛的讀贏 還要派1997 又不是1998 1997元 真是很少見 你中不中? 怎樣中? 時後一過鐘 很多行家都說 你不用一隻熱滿膽 初全餐一定都不中 你猜不到 貴宗偉大那隻 到130多倍 近年都極少200倍的頭馬 應該不行吧 上半場都爆得這麼厲害 下半場拍正老 應該每個人都這樣想 那天是色旗六殺科技 很熱 賽事的水準都不太差 以季尾來說 下半場的馬都可以 唯一的反高次又好 就是潘頓很早已經搞定 已經贏定了 沒錯 莫雷拉 長長是薄一薄 他不跑 但坦白說他真的跑 不過馬真的無辦法 即合位置 如果法材先鋒贏 我貼士的傳眾 因為法材先鋒 我說莫雷拉贏0至2場 如果那一就合理 潘頓說1至3場 誰知道是超標4場 已成功 也算 基本上兩個馬房 我沒有客人追 我現場提供了60 我忘記了 賀良那隻 我認為有機會位置很難贏 終於跑來3 結論辛苦一季 暫時把香港馬拋開一會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這兩人只忙到 通計數字全部要來做Round-up 在電路上做 在文字上做 很多Round-up都還在做 還未停 但馬會因為電腦系統 會維修更新 工作受少許影響 因為很多資料拿不到 還未做得住 沒有錯 遲一兩天休息一下 完結了一季 馬會立即公佈了新一季的情況 首先不要說日期先 現在那兩個新馬房 原來快速收到30隻馬 不奇怪 舊馬有很多 特別是蘇寶河散倉 一定要走 但我猜不到 他們這兩個馬房 黎寇 很早已經有牌 來到香港已經可以收定馬 五寇竟然是 很多馬 兩個星期通知 有新馬 新簽 有些意外 舊馬都不少 我看過一些表 我都有點猜疑 為什麼五鵬自收這麼多馬 最新不知道 因為馬會的網 現在是在收緊 我估計 這個禮拜內 都有30隻意外 一定 一定 會不會他們又學 羅庫泉、丁冠濠 一開來日就贏 還是沒有急進去偉大 考一輪 九月才贏 到時候才算 即是說 神速正在停 今年停一個星期 去年沒有停 沙田停一個星期 重發多年沒有停 但是休息之前 我們都公佈了一個賽期 大家打個凸 我覺得有點預料 我有點預料 因為你保持了88天 噴遲一個星期 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日以繼日 日以繼日 很明顯 很簡單數學 因為88次 即是45週 45週 全年只有52週 你一定要全部塞 塞下去 大家都說 年三十萬跑 還要年二十九 排位排 年初三 大家馬匹停蹄 幸好公平 聖誕前夕都跑 外國人 就變得沒有休息 大家不幫 聖誕快樂 打食平手 沒有辦法 因為你是這麼擠迫 但唯一看多一點 我看這個表 原來相信馬會的表 我想明年的王家亞事局 是退後一個星期跑的 原因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們完全未聽到消息 都是繼續退後一個星期跑 這個傳統維持了 這麼久都要改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什麼因素 我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你經常見到馬會 那個星期三 原空一定是王家亞事局 賽奇 但我們聽說 為什麼這麼多年歷史要改 要看稍後有沒有 一般是十幾號 明年是改到二十幾號 是退後了一個星期 為什麼 不知道 我們接下來 都要做一些軟性的事 在這個暑期 我們預約了我們的老友 哥登 在英國 和他閒談 聊聊天 看看他究竟在英國 甚至 找他 說完球也不定 不要理他 總之 我們會聯絡到他 大家聊聊聊天 等他用這個 新的角度 因為他剛剛去到英國 沒多久 看什麼角度 看回英國馬 還有 去到五千里外 看香港馬 有個角度會不會不同了 我們就想做這件事 聊聊天 還有大家打化的時間 然後 休息之後 要硬砌一個星期 接下來這個星期 因為星期六跑 King George 下星期二至四 就跑Goodwood 即是 頭尾 一二三四 六日之內 跑四次 都蠻辛苦的 不過沒有講馬 香港馬 我們 起碼不用兩條戰線 會好些 我們的大計安排成怎樣 你們一手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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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多人一起想的事 進度如何 進度大致上完成了 我們一定會有個收費頻道 做一個現場的Live 第一場 開始做第六場 我估計每天都是跑七場 我們都會做六場的Live 在一個收費的頻道裏面去做 Youtube都會做一個Live的Free給大家 即是這個頻道 都會有一個Free的 兼講完美場 美場未必是有提示 大家都叫做看了美場先 即是大賽和美場 我先賣一下很乖 透露一些風聲出來 因為我們估計會在賽前 一至三天左右 才有計劃出來 有好處 因為如果計劃 你付了一千之後 一個月計劃 剛好可以遮蓋所有 今個暑假的賽事 如果你早 星期一、星期二 已經付了錢 你可能 最生氣的人 可能看不到 但如果你是週中 或者之後 才付錢 你剛剛 因為我們第一天的賽事 23號 然後最後一場 就是18號 如果計劃 30天的程序 如果你應該付一次錢 這麼巧 很幸運 但其實在我收費頻道上 規定都是計劃 當然 那下個月怎樣 其實我們在收費頻道上 都會寫明 跟著之後 個月怎樣安排 當然 大家心中想 大家自己去想 但我們在不同的限制下 我們盡量做到 希望大家盡量去包容 這集會比較短一點的 我們已經決定了 接下來 歐洲賽事的安排 我們會在YouTube頻道 每個月收費150元 當中會講歐洲的外國賽事 另外也會有9月開始 一個以WhatsApp的形式 去講本地的賽馬 如果你們想用Patreon的話 我們也會有安排 如果Patreon的用戶 我們會收費每個月 就是美金15元 內容 跟YouTube的內容 是完全一樣的 張先生 有沒有補充 基本上 歐洲馬 我們開場前 15分鐘開始講 但是 美場 我們就不會講 總之 收米 而香港馬方面 每天賽事 大概日馬是七八場 夜馬有六七場 我都會在賽前 大概十分鐘之內 就出到WhatsApp給大家 是一些簡單的提示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訂閱我們這個收費頻道 多謝多謝 大家如果對這個頻道有興趣的話 也希望繼續鼓勵你們 繼續訂閱我們 另外亦都給我們鼓勵一個Like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好嗎 好嗎